大家好,我是夏麻 今天用18个鸡蛋分享一个早餐美食 香菇用热水泡发 再切一点姜片、葱片,泡一下姜葱水 再准备一些马蹄、削皮备用 马蹄和香菇用料理机打碎 也可以用手工剁 再准备一些肉末 搅拌均匀后加入蚝油、生抽、胡椒粉、一点点白糖 葱姜水里面加入一勺盐 给它抓均匀 再把葱段姜片捞出来 加一点点鸡精 肉末抓拌均匀后分次加入葱姜水 搅拌上筋 搅拌上筋的状态是有一点拉丝的状态 再加入木薯淀粉 给它抓均匀后腌制30分钟 我这里准备了18个鸡蛋可以吃一个星期 在蛋烟里面加入一勺面粉、一勺淀粉 给它搅拌均匀 用过滤网过滤一下 电饼趁预热放入半勺的蛋液 再用勺子压一下 形成一个圆形 之前用纯蛋液教大家这样做了一个蛋饺 这一次的话里面加入的淀粉、面粉 韧性会更好 我们的一个蛋皮就做好了 笼屉刷油 再把肉馅包入蛋皮里面 捏紧 像这样就可以了 用杯子压出比较小一点的饺子皮 这样给小孩子包就特别的好 蛋皮呢也可以用馄饨皮代替 包好后放到笼屉里面 像不像广东的烧麦黄 以前早餐里面最喜欢吃的 再大火蒸20分钟 蒸好后的口感非常的Q弹 喜欢的大家可以试一下 这一次我做了几十个 放到冰箱冷冻 早上起来直接蒸几分钟就能搞定